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一直讲外部的因素了 外部结构的因素 即使革命也不一定成功 即使革命也不一定成功 那我们来看看运动 社会运动或学营内部本身是怎么回事 对 悲观一点来讲 它是一犯散沙 它是一犯散沙 对 它可能有一粒一粒沙子蛮硬的 可是合起来都是散沙 这一波当然是用科技的利用 资讯的传播的力量 跟以往不一样 可是本质上还是有相通的部分 就是相对来说 那体制还在那里 那体制在烂它还在那里 你能撼动吗 那运动内部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 一盘散沙 那今年的运动 看起来是比较乐观一些 因为你看得出来 有一些运动是有持续性下来的 它是单一议 单一议 可是因为单一的议题 并没有解决 所以会延续下来 对 像大伙议 延续下来 那像三越学院没有 它没有单一的议题可以延续下来 反正这是很普通的议题 完了就完了就没有了 对 它没有单一的议题 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对 也可以说解决了他们的一般的问题 而不是单一的具体的问题 那你说阿朗议的问题解决了吗 每一般的事情解决了吗 还没有啊 都还没解决啊 是几乎都失败 我们推出大的改革 什么成功过 尤其是大运动的时候 推的东西 表面上好像有 其实上都没有成功 小的一种改革还可以 小的一种 像院里的一些小的事情的 环境的改变 我都做了很多 都很容易成功了 大的改革很难 比如政治改革 司法改革 尤其我们还有这种社会的改革 用判动既得利益的改革 不容易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蛮悲观的 我推动好像都没有效 对 你是 你永远是少数 可是 社会就是要靠这些少数 因为大多数人就无所谓嘛 那不合理的事情 他也就算了 因为这些少数 有理想的要坚持 现在其实某个程度来说 你比较乐观的来讲 就是说 现在运动跟十年前 二十年前又不一样 他因为靠高的科技 以及整个社会条件促成 这些人会集结起来 而且不会像以前的运动 那么快就散掉 虽然我刚刚讲运动之后 好像不要做什么事情 还是没有力 可是他至少 这些力量 可以看得出来都会 你持续下来 持续下来 所以这些可以持续下来的力量 就要想办法 要发挥智慧 去发展 去发展 因为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你把那问题再推敲一下 更深去看 跟那些根本问题 更需要去注意 跟这个表面问题有关的 更深的问题要去注意 所以也不要局限于说 那个表面问题解决 表面问题解决 不是那么简单 社会运动 尤其学生运动 之所以被重视 是因为它的纯洁 它的理想 那学生很理想 很爱国 很热情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它社会自然会要求 高标准的要求 第二个 这种学生运动 或社会运动 本来就不是社会主流的 这个现象 所以社会主流 是社会更多大众的人 是保守的 它本身就倾向于不支持 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学运出来 或者哪个运动出来 支持人看起来很多 还是少数 你三十万人上街头 那还只有三十万 你三十万再扩充一点 就一百万嘛 那全台湾是多少 台北市是多少 所以看起来五十万 可是更多的是上千万的 或上几百万的 不一定 对啊 所以他们会 这些糟糕 第二个更严重的是说 台湾是一个 因为长期威权统治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说 政府官员保守 民众也保守 民众不喜欢 一般的民众不喜欢 你们这样动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指标公司 每个月甚至做两三次一次 他们调查 国民党在回升 在学运之后 他的声望在往上 因为保守力量又集结起来了 要到了谷底 又回升了 那这个月更莫名其妙 马英九跟那个 江一花都往上升了 百分之六 百分之八 很厉害的 就跳起来的 台湾指标公司 那个调查很有名的 那像那个 那当然这一次监察委的事情 可能下个月他会往下调 可是这个看得出来 我一讲的就是整个 就是刚刚讲的 整个社会的保守力量 主要是保守的 革命或者是改革就这么困难 因为你永远是少数 你是多数就不要改革了 多数的人就不要改革了 所以我们本身要做这个时候 当然第一个 自己要尽可能的更 更纯洁 更做得好一些 不要有什么小的把柄 给人家抓到 因为抓到又划不来 因为你本来就是少数 他就拿来打击 对吧 喝啤酒 痛快一下 就变成很大的欲修 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你哪里不对 然后就 那个女孩子 穿了稍微那一点 又变成乱来一通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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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